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还从来没有在抢7大战中赢过 球队的绝对核心杨尼斯·阿德托昆博 也取得了自己职业生涯抢7大战的首胜 这样一场荡气回肠 载入史册的胜利 无疑会坚定这支球队夺冠的信念 整场比赛自母哥只休息了两分钟 合计24投15中 三分球6投2中 制造了14次罚球机会 命中了其中的8个 尤其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顶着巴克莱忠心 山呼海啸的独秒声罚中的那几个球 更是让人看到他 势必要拿下这场比赛的坚定 米德尔顿在系列赛前几场的表现 可以称得上是灾难 系列赛第一场 他23中6只有13分 第二场出手20次 也只有7次入网 只得到17分 在那一段时间 他和西岸的保罗乔治 一度被广大网友并称为 季后赛拉跨之王 随着系列赛逐渐深入 米德尔顿自己也适应了这种比赛强度 打得更加游刃有余 天王山之战 他22中8得到25分 背水一战的第六场 他仅用16次出手 就砍下个人季后赛 生涯新高的38分 成为NBA历史上 第一位在季后赛中得到30加10加5正5 并且命中至少5个3分球的球员 这一期的前三截 他的手感也很糟糕 出手16次 只命中4球 仅有十分进账 其实也可以理解 除了第一截休息了将近一分钟之外 米德尔顿就再也没被换下场休息过 比身体条件更好的字母哥 打得时间都长 加上系列赛赛成的秘籍 与旅途往返的奔波 出现手感的起伏 确实很正常 但是不管前面投得怎么样 米德尔顿丝毫不受影响 依然坚决的进攻 到了第四节 那个男人终于回来了 这一节比赛 他七投四中得到了11分 成为了全队在第四节得分最多的球员 并且在塔克遭犯规麻烦的情况下 承担了主防杜兰特的任务 真可以说是攻防一体了 或许是因为卡莱尔有可能顶替他的传言 熊鹿队主教练布登霍尔泽也变得坚定了 他没有再像之前一样保持长轮换 让主力球员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而是变得像对面的内神 德安东尼还有泰伦卢一样很用主力 抢七大战熊鹿队名义上是八人轮换 但剩下的两人加在一起也没打够七分钟 主力球员上场时间基本都是40分钟往上 另外他给米德尔顿和霍勒迪 很多错位单打的战术 去攻击篮网队的小后卫 这一招不仅攻击到了篮网体型小的软肋 而且还改变了篮网队的防守 给埋伏在外线的射手更多出手三分的机会 面对这样一支坚定的竞鱼 杜兰特也丝毫没有软过 有数据统计显示 在过去三场比赛里 杜兰特累计出场141分钟 仅休息了8分钟 合计砍下129分 相当于每上场一分钟杜兰特就能得到0.91分 在本赛季的季后赛里 只有他和米切尔能达到如此夸张的地步 仍然受到伤势困扰的哈登G7也是一分钟没下 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中 他提到自己目前正遭遇腿筋二级拉伤 采访时他也难掩自己的沮丧 有太多情绪在里面了 这让我很沮丧 打到了季后赛 却又是因为这个腿筋 在第五 场比赛之前 我几乎无法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还是想尽可能的 为这支球队提供帮助 布朗和格里芬 也是决绝地把自己的一切 都投入到了这场比赛中 你能想象 一个1.9出头的小个球员 在一群两米多的大汉 离抢进攻篮板球 还有那个已经32岁的六届全明星 他放弃了球队老大的地位 来部鲁克林当篮领 在进攻端只是做做掩护 头外拆三分 然后场场都要承受 自母哥的猛烈撞击 站到系列赛的最后一秒 两支球队都已经足够令人尊敬 他们为我奉献了一轮精彩的系列赛 只不过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残酷 不管你怎么拼搏 可能都会因为那一点运气 与胜利失之交臂 但是运气不会永远如此糟糕 这支来自布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 谢谢